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484章 苦亚怀疑的人 苦亚眼里充满了感激的说 谢谢你问我这句话 莫无忌知道苦亚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初救援楼川河的时候 只有苦亚和铺子大师没有过去 所以他和铺子大师都值得怀疑 莫无忌送他仙格时 甚至还询问他这句话 那就是已经绝对相信他了 这里都是自己人 你但说无妨 莫无忌对苦亚点了点头 是以苦亚不必担心 他也知道 如果当初苦亚也一道去救楼川河的话 肯定不会和佟爷等人一样 偷偷进入阴边城还被人发现了踪迹 苦亚嗡了一声说 嗯 在我离开吴生河前往阴边城后 才知道大家都出事了 我开始调查这件事 也一边寻找机会就算盘击人 后来我得知 只要我和铺子大师没有到阴边城后 我怀疑过铺子大师 莫无忌心里一动 说心里话 他最怀疑的就是铺子大师 因为铺子大师是最想要杜仙剑的 而且铺子大师对他们这一个小队 获得的仙割石也非常清楚 再就是 苦亚都发现了他在仙剑中的踪迹 当时铺子大师 无论是经验还是修为 都比苦亚来得高 而且还是调控整个杜仙剑的人 按理说 他也会发现自己才是 铺子大师发现了他 那他单独横杜仙剑来到半仙剑 就不再是秘密 事实上 的确有人知道 半仙剑有一名地仙修士 横杜仙剑的事情 现在苦亚的言外之意 似乎铺子大师 并没有背叛他们的小队 后来 我发现铺子大师 根本就没有理由背叛小队 就算是他背叛了小队 他的目的 也不过是杜仙剑而已 当时杜仙剑在楼师兄手里 楼师兄已经被关押在了阴边城 就算是铺子大师告密 以他的实力 也很难和阴边城平等交换 获得杜仙剑 苦亚没有说下去 莫无忌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苦亚推断的有道理 但莫无忌认为 铺子大师这种人 如果想要和阴边城做交易的话 绝对有属于自己的手段 现在他也不能确定 铺子大师是不是背叛了小队 所以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莫无忌并没有说话 杜仙剑在楼川河身上 只有他们这几个人知道 事实上 他获得了骆云的戒指之后 里头并没有杜仙剑 骆云的戒指中 有大德的仙灵草和矿石 上品仙精也是一堆堆的 但就是没有杜仙剑的存在 寇远兄因为我而陨落 无论这件事是不是铺子大师告密 我将来都要当面问清楚 若真是他做的 我楼川河就算聘取一切 也要为寇兄报仇 楼川河的心里 同样怀疑铺子大师 苦亚却是略以犹豫地说 寇远兄是不是陨落了 现在还不知道 莫无忌抬手打断了苦亚的话 此时到此为止 大家现在就和我一道 去无声河底的问仙剑 到了仙剑之后 天高海阔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增强自己的势力 莫无忌知道 苦亚有些怀疑寇远 但是他相信寇远 绝对不是叛徒 无论寇远有没有陨落 寇远都不会是叛徒 大半个月之后 众人再次来到了 那处黑色的漩涡前 莫无忌进去过一次 知道这黑色的漩涡 看起来十分的可怕 甚至能够吞噬神念 但是实际上 漩涡的威胁却并不算大 在莫无忌的带领下 众人纷纷进入黑色漩涡 我去过咏阴脚的问仙梯 那个问仙梯是淡灰色的 而这个问仙梯 居然是金色的 韩清如一看见那倾斜而上 又散发着无穷仙韵气息的问仙梯 立刻就开口说 我先来试一下 算盘说完 已经一步跨上了问仙梯 莫无忌的神念还想跟着算盘 看看算盘是如何踏上问仙梯的 很快他就知道这是没用的 他的神念一样被问仙梯给推开 算盘在问仙梯上行走的速度并不快 可即便如此 他也很快消失在了莫无忌的视线之外 接着很快的连气息都完全消失不见了 看样子这真是问仙梯 可以从这里进入仙界 韩清如看着消失的算盘说 莫师弟 我先去仙界 等你过来 楼川河没有半点婆婆妈妈 他很清楚莫无忌的能力 无论是在星空峡谷还是在半仙域 莫无忌最后不都是成功离开了吗 如今咏莹角莫无忌肯定会离开的 他自己则必须赶紧去仙界抓紧时间修炼 否则根本跟不上这师弟的脚步 莫师兄我也去了 苦亚对莫无忌失礼之后 跟着楼川河便踏上了问仙梯 等苦亚和楼川河消失在了金色阶梯的深处 童爷也上来告辞 童爷从问仙梯消失之后 佳琪竟然还没有上问仙梯 莫无忌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佳琪师妹 你怎么不上问仙梯啊 莫无忌是天机宗宗主 佳琪称呼他为师兄 他自然不能再叫佳琪为师姐 佳琪犹豫地看了眼莫无忌身边的韩清如 好一会儿才说 莫大哥 那我先去仙姐了 只是 只是 说了几句只是之后 佳琪终于叹了口气 对莫无忌躬身一礼 莫大哥 对不起 说完了这句之后 他迅速转身 跨上了问仙梯 莫无忌看着消失在问仙梯上的佳琪 颇有些疑惑地说 他有什么对不起的 韩清如忽然开口 会不会 就是他们判了你们的小队 莫无忌摇了摇头 不会 佳琪有自己的傲气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对了 庆如师姐 你也上我仙梯吧 我留在这里研究一段时间 我相信我很快就能凝聚仙格 莫无忌这话倒不是吹牛 他没有灵根都可以开辟脉络修炼的手段 现在他已经来到天仙境界 他就不相信连仙格都不能凝聚 仙格再难凝聚 难道还比没有灵根修炼难吗 师弟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早已陨落了 韩清如似乎想和莫无忌多说几句什么 可只是说了一句之后 又不知应该如何说下去 干脆取出了一枚戒指 递给了莫无忌 这是我在百花山庄收集的一些灵草 都是一些低级灵草 我留在身边也没有用 就给你吧 莫无忌没有客气 他准备学习炼制仙品丹药 这些低级灵草正是何事 见莫无忌收起了戒指 韩清如又沉默下来 过了足足有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才看着莫无忌说 师弟 我在仙界等你来 说完他转身就迅速踏上了文献梯 很快和其余人一样 消失在了文献梯的尽头 莫无忌摇了摇头 将戒指送入了自己的不朽戒里 他没有再去尝试登这个文献梯 他不但没有凝聚仙格 也没有天仙领域 一上去就会被这文献梯直接退下来 不过莫无忌并没有就此离开 他甚至没有从里头出去 而是选择了一个角落 进入了不朽界内 此刻他的身上 有好几名金仙的戒指 还有一大堆的天仙戒指 他准备将这些东西全部整理出来 然后学习单道 等到他可以炼制仙丹之后 将手中的这些低级仙灵草 全部变成仙丹 然后再开始尝试凝聚仙格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